这个车算了一个两个多的购物税 还有一个纠线的保险 落地大概是五十九万左右吧 日正也做得比较不错 有一个舒适摩摊 有一个运动摩摊 两个摊下面还可以选舒适 标准和运动 六个档就可以挑 那这个可能是看你家附近 没有这个重现装 现在5C8整体还是铺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理想说今年会出设 4000个装 可能成绩的话还会少一点 理想的OV8先说难用嘛 就之前有点太保守了 更新完OTA5.0之后 整个电脑速率会激进很多 只要是他转了半斤 就我觉得 就我觉得三排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提升 你辛苦点的一个点 遗憾我觉得也有吧 就比较大的遗憾就是他这个 哈喽你好我是小薰 今天作为一个首批TV感 真的非常开心 我之前开的是这个理想L9 然后之后经过一年体验 还是见顶不移的选择理想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车 还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我们在买新的时候 还是比较在意空间那一点 当他买MPV的时候 我们也有对比了 比如说极客009 小鹏S9 腾氏包这一款热门的MPV 但他们感觉他们的商务 属性比较重一点 他们对于二排的侧重点 可能会更强一些 就理想Mega真正很打断我们一点 就是他的三排平权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因为坐在第三排 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 就非常非常吸引我们购买 这个车送上一个两万多的购物税 还有一个九千多的保险 落地大概是五十九万左右吧 我们是手需预定的 所以他们是会给一个额外的政策 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个 20千瓦的充电桩 或者个六千多的电 然后我们自己是选了20千瓦的装 因为我们公司可以装三项电 它比正常的七千瓦会快很多 比如外观应该是理想Mega最大的优势 因为很多MPV它真的太同质化了 但理想Mega开战上的话 就是完全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 非常符合合一号这样的一个设计 感觉跟任何一款车都不一样 这个实车外观 其实比我们在网上看的图 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你真的是 我一个固定的角度 是看不出来这个曲线的美的 你就需要来回走着就去看 实际上外观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 它这次也支持了一个5C充电桩 其实还蛮快的 12分钟不能500千里 但这个可能是看你家 有没有这个充电桩 现在5C的整体还是铺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理想说今年会铺设4000个桩 可能程序的话还会少一点 程序的话你只能使普通的8F 带还蛮快的 并建成8F感觉也是蛮够用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后背相挺好的 你看它欧一门的设计的话 其实你看 我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 但这个打开之后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的转半径会非常非常的小 Mega内饰会比LG更精进一些 车里看不出任何一个锐角 包括你看它也标配的50W的风等窗 然后身体的波及影响影响会更好 Mega内饰大概好像有白黑还有几个配色 然后因为我这个车的外观选的白色 可能要想到这个一体感更强一些 所以说我们也选了这个白色的内饰 比每款内饰都不用选装加钱 都是标配的 我们现在这个二排 你可以看到这个腿空间也是非常非常舒适 这步道感觉还可以 就是你坐在三排的话 这个腿空间也是比较充足 然后你看这个巨大的侧窗 就跟二排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不仅仅是高 而且它这个特别特别长 真的就是像坐在窗面下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开桌上的时候 周边任何的美景的话 你都一览无遗 我觉得这种点就是对于你心里 没有那种压抑感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次的理想Mega 都是OTA5联征之后的系统 界面啊逻辑啊 完全都是一样的 就是新增的一个这样一个的钮 开这个侧发门 一按后面就开了 还比较方便 这次会有一个像样的动画 跟大家一起来动 说来惭愧是提了L9一年多才知道 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界面下 散热下滑 就可以回到这个界面 像之前我都是猛点 左脚这个念 今年才知道啊 散热下滑也可以直接回到主着面 这个Mega坐姿要比我日常L9的要再高一点 我现在已经调最底的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 没有我之前L9那个底 它这块开了小侧窗 就感觉很小 就给你看到一个很小的区域 Mega前面可能是一个下沉式的那种感觉 前面车都很长 但你视野上其实不会很明显 你并不会完全看全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很挡事业 最大感觉是就像没换车一样 因为我开L9来提车 像开这台车感觉跟开L9 确实是感觉区别很小很小很小 真的很熟悉这台车 开了最大的感觉是这个精密性很好 之前在开L19的时候 当时发现这个风道已经很大了 但你开Mega的话 这个其实是很小的 绿阵也做的比较不错 Mega这个舒适性做的确实很好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舒适摩坦的状态里 运动的话可能会更紧绷一点 它的这个悬架是有一个舒适摩坦 有个运动摩坦 然后这两个摩坦下面 你还可以选舒适标准和运动 下面有六个档你可以调 只要是在转半斤 还可以一把还能过得来 它跟小胧S9肯定没个比 因为后轮转向的话 你不可否认它这个东西 作用确实很大 作为一个5米35长这样一个车 我觉得在我的及格线内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车 有后轮转向 就是这样的大的车 一个比较难受的点 就是我是R9的车主 当时已经做了一个NV的学习了 然后这次Mega 还要再学习一遍 我觉得还是比较浪费时间 大概需要10到15% 就强制观看一个视频课程 就理想的NV吧 就说难用 就直接有点太保守了 更新完OTA5.0之后 整个变照策略会激进很多 我目前还是在环路高速上用 城区的话 我还是不太建议开启NV 因为城区这个道路环境太复杂了 这个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我对NV的看法 还是说减轻我们的压力 但很多城市道路的话 比自己开还要累 这时候我再按一下的话 就切换到这个围体后 我发现它非常清晰 我们之前在动态试验的时候 会发现它这个东西有点掉针 但我们今天在链线车上看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 就感觉它一直在听用户和车主这样的声音 包括最开始二排的调节座椅的按景 也不在那个地方 有效率很多反馈的都会去听 包括这次理想L系列感态 看的比较明显 前面这个小屏幕也直线是电 刚才我们在导航的时候 也会提示充电规划 以及我们到达的剩余电量 因为理想这是第一台纯电车 这些小细节确实也都做了 对于理想Mega最大的焦虑 还是说理想首次坐这个电车 不知道具体能表现什么样 电池 电控 对吧 简单总理一下理想Mega 我觉得它是那种 你看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 但不会产生购买意外的车 但你只要是坐下去 开起来赶上它的空旋 包括整个三排这样的体验 就觉得三排应该是一个 非常提升你新的点 遗憾我觉得也有 这次它内饰确实跟L系列比较像 就比较大的遗憾 就是它后面二排的娱乐屏 升到3K 升到All-Line屏之后 尺寸没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我们也比较期待 像小鹏学习去做一个遥控器 因为它这个手持控制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这么来回控的话会很晃 就用在别的方面 如果手持的遥控器的话 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唯一的遗憾